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围全是凶神扼杀的大汉 没多久一位棱角分明一脸严肃的男子 带着浩浩荡荡的一群人来到包间外 面无表情的男子看向陈安时 眼睛多了一分担忧 随后震耳欲聋的声音起刷刷响起 向太好 向太这个名号是多么的响亮 打理着香港影视的半壁江山 是向氏家族的门面担当 曾几何时 这个一呼百应的女人也有着悲惨的人生 六岁的时候命悬一线 人都差点没了 17岁拿着大学录许通知书回到家里 母亲却要将她卖到歌舞厅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香港女萧雄陈安的传奇故事 1959年陈安出生于台湾 祖籍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六岁那年老天跟她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 医生诊断出她得了白血病 好在舅舅还有大表哥都是医生 他们倾尽一切资源为她治疗 后来骨髓配对成功捡回了一条命 从鬼门关走了一遭的成岚更加明白生命可贵 自此开始奋发读书 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 可是命运并没有停止对她的戏怒 没多久 成岚的母亲染上了麻将 而且越玩越大 本来还算英式的家庭 一下变得债台高筑 为了还债 母亲就把主意打到了成岚的身上 1977年 立志要当一名服装设计师的成岚 考上了她心仪的大学 当她拿着陆渠通知书回家的时候 却被告知自己已经被母亲卖到五厅了 成岚不敢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她极力抗拒 母亲叫父亲在她面前跪下 我实在没办法了 看在爸爸的面子上 你就帮妈妈一次好不好 这一刻的成岚似乎觉醒了东北人的彪悍属性 她歇斯底里的喊道 有本事你们就横着将我抬过去啊 下一秒悲剧发生了 绝望之际成岚选择了自杀 好在最后她又被文训赶来的舅舅和表哥给救了回来 舅舅将陈岚的父母训斥了一顿 让他们不敢再打这个馊主意 可是陈岚的心里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脸上苍白的她冷冷地说道 钱我会帮你们还 我是不可能会去当舞女的 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 她说从此以后我什么都不怕了 身体痊愈后 陈岚充分地利用起自己的先天优势 开始进军模特行业 将近一米七的身高和绝美的容貌 让她在模特圈迅速崛起 陈岚当年的姿色 不客气地说一句 就连颜值巅峰的关志林在她面前都不一定够看 找上门的广告商一个接一个 母亲欠下的债务很快就被她还清 艳压群放的她身边自然少不了青年才俊的青睐 其中不乏各界精英和富家少爷 排着队给她送礼的人数不胜数 各种名表名包收到手软 这种纸醉金迷的日子让她内心空洞 直到一个叫向华强的男人出现 1978年向华强打算自己搞电影 于是就有了永生电影的前身 永胜影业 这时候向华强与丁佩刚结婚不到两年 而且两人还有了一个女儿 但是两人没有太多的感情 更多的是合作的关系 在好几部电影里 丁佩都担任永胜电影的监制 彼时的她借钱拍了一部扎马 听名字就知道是一部武打片 当时的电影制作粗枝烂造 电影一上映 亏得向华强整个人都懵了 在一个舞会上 陈兰与向华强第一次相遇 当时的向华强的性格和现在没有多大的变化 整个人显得很木讷 从她的脸上也看不到表情 也没有一丝笑容 但就是这样的向华强让她一眼钟情 从她身上感受到安全感 是个靠谱的男人 打量着的同时 向华强也转身看向她 四目相对之下 陈兰心里暗道一声 完了 俗话说女追男格曾杀 在对向华强表明心意前 陈兰当然也是做足了功课 向华强 我什么都没有 拍电影还欠了一大笔债 你确定还要跟我在一起 在此之前 她早就找人打听过向华强的往事 这个男人的坦诚更让陈兰清新 她回应道 之前还不是很确定 现在听你说完 我更加确定要跟你在一起了 可面对这个比自己小11岁的女人 向华强反倒迟疑了 她问 我结过婚了 你知道吗 陈兰 我知道 大不了我去给大姐丁佩侦查 努力得到她的认可 向华强听完这句话 直勾勾地看着她 还是那副面无表情的样子 她拉起陈兰的手 说走 我带你去见个人 在一脸的疑惑中 向华强把她拉上了车 陈兰被带到了丁佩跟前 向华强握住她的手 对丁佩说 我找到中意的女人了 丁佩打亮了她片刻 握住她的手 说道 放心 你才是正牌夫人 她就嫁给你了 陈兰好一会儿才消化地过来 她握住丁佩的双手 一脸感激地说道 不管怎样 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 1980年 两人开始打算结婚 陈兰第一次带向华强 回到家里吃饭 饭桌上 陈家人全程黑着脸 反对的意图不言而语 向华强本来就是个不善言辞的人 意识间尴尬的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彪悍的陈兰一摔筷子 直接撂下话 不管你们怎么想的 今天我把话撂下 这个男人我嫁定了 没有婚礼 没有婚纱照 陈兰和向华强 在不被所有人看好的前提下 拿了结婚证 向华强继续从事着电影的制作 而陈兰则干起了服装生意 当时永胜出的片子并不卖座 不亏已经算好的了 大多时候 陈兰卖衣服赚来的钱 还要倒贴给向华强 陈兰的服装生意越做越大 而向华强的电影事业 还是不温不火 夫妻俩并没有因此产生隔阂 每当向华强出的影片 票房惨淡的时候 陈兰都会在一旁给予鼓励 这样的日子过了四年 此时的他们也迎来了自己的宝宝 1984年 陈兰为向华强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子 取名向展平 也就是后来的向左 就在这时候 向华强提出想要回到香港发展 陈兰二话不说 关掉了自己正在营利中的服装生意 抱着儿子追随他到了香港 向氏兄弟也将永生电影搬到了香港 彼时的陈兰才算是正式走出台面 向氏兄弟在幕后制作剧本 他就负责筹备拍摄的各种工作 当时的陈兰一边带娃 一边还要为了电影跑前跑后 但是卖座的片子倒是一步也没有 直到王金的出现 才打破了他们尴尬的现状 1986年 由刘德华挑大梁的《魔翡翠》 一经播出 就拿下了1100万的票房 这部电影在当年的票房排行榜的第18名 与排行第一的英雄本色 差了近2000万的票房 但是这样的成绩对于他们来说 无疑是一个好的开始 因为在此之前 他们的存款连100万都没有 1987年 在陈兰的提议下 《永胜影业》正式更名为永胜电影 而王金则成了该公司的大将 在之后的两年里 相继推出《最佳损友》 和《金庄追女仔》一系列电影 这两个系列的电影将永胜一步步往上推 但是要说真正让他们站稳脚跟的 还属《赌神》系列 陈兰在香港享有盛名 并不是得益于她嫁了一个怎样的老公 而是她为人处事都颇讲义气 1992年 投资失败的励志 找向她借6000万周转 陈兰二话不说就给了她一张支票 后来永胜想要找李连杰拍电影 于是顺便让励志去游说 可是等了许久都不见回音 等了半年终于约到了李连杰 她一上来就握住陈兰的手 说听说你们想找我拍电影 片酬不用谈 赚钱了再对半分 亏了我分文不要 陈兰不解 李先生这是什么意思 李连杰 来之前我已经调查你们半年了 你是个讲义气的人 我信得过你 这句话让陈兰心花怒放 李连杰的加入 不是看向华强的面子 也不是看他们的背景 而是看中他这个人 陈兰在江湖上的事迹还有很多 但是最令他头疼的就是张伯芝 1999年 刚出道的张伯芝受到父亲的牵连 被道上的人下了那什么令 左头无路的张伯芝找到了陈兰 他通过自己的人脉关系 为张伯芝化解了这场风波 而张伯芝为了表示感谢 将自己的经济合约给了他 并且认陈兰为干妈 可是令陈兰没想到的是 有一天张伯芝竟然会对他做出 吃碗面翻碗底的事来 虽然陈兰把张伯芝当独自一样护着 可是人家可一点不灵情 2015年 为向左量身打造的风神传奇 正在拍摄中 在这部电影里 哪吒原定的扮演者其实是张伯芝 但是在拍摄期间 张伯芝经常迟到早退耍大拍 人家见她是向太的干女儿 也不敢过多责备 最后还是导演忍无可忍 将此事告知陈兰 自己将张伯芝当女儿对待 可是人家却频频让她没面子 想到这里的陈兰 气得将自己关起来 最后只好由鲜少 在镜头前说话的向华强 出面回应 再跟他有瓜葛 根本上就是给人家笑的 从此和他一定永不合作 说到龙武就不能不聊聊 陈兰和他之间的感情了 身为一个电影大鳄 向华强身边自然少不了 阴阴艳艳的围绕 在感情这件事上 他对向华强有着十足的信任 直到关之灵的出现 关之灵第一次出现在他们面前时 向华强眼睛都直了 虽然还是面无表情 有时候不得不说 女人的低溜感真的很准 陈兰从空气中 嗅到了向华强第一次 见他时候的气息 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由心而生 短短几分钟 他的心里不知道闪过多少思绪 两人聊得火热时 陈兰起身介入 既然你们那么有缘 不如认甘兄妹了 这句话让向华强 如雷贯耳 他呆呆看着自己的妻子 心中五味杂陈 其他女人再好看 也只是贪我的钱 这个女人在我一无所有时候 陪我打拼 我怎么能有这种想法 陈兰不仅很巧妙地 化解了这场风花雪月 还给足了向华强台阶下 这一手实在是漂亮 回顾陈兰的过往 他的经历堪称一段传奇 不难发现 在面对困境的时候 他会展现出一种特别的解决问题天赋 在被家人卖到五厅的少女时代 他没有选择妥协 也没有选择两败俱伤 而是走出了另外一条道路 在婚姻情感上 当丈夫面对诱惑时 他没有选择大吵大闹 而是用一种让大家都体面的方式 去化解危机 很多时候 不是要做出对的选择 而是要把选择做对 不得不说陈兰的情伤是真的很高 如今陈兰已经当上了奶奶 62岁的她已经退居幕后 过上了天伦之乐的生活 曾几何时她也绝代风华过 如今留下的只有她与江湖的故事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 喜欢余姐的话 别忘记点点关注哟